结束了一场在钟南部的表演 回到台北车站已经是二点 从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 过着这样的生活已经两年 骑上了曾经一起换到的摩托车 载着吉他从台北到新店 和以前一样唱了一首歌 一首从来都没听过的歌 我常常怀疑 我常常发脾气 我常常告诉自己 就这么做一定没问题 我一直写着 一直唱着 我指线的思考 我不怕曲折 我真实地面对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 找到现实和理想的平衡 我一直唱着 你一直听着 我不停地走着 你看见这过程 我可能不知道 你的名字或你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 你最靠近我 我再试过 我再试迫 我اجek 我再试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常常怀疑 我常常发脾气 我常常告诉自己 就这么做一定没问题 我一直写着 一直唱着 我直线的思考 我不怕曲折 我诚实地面对 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 找到现实和理想的平衡 我一直唱着 你一直听着 我不停地走着 你看见这过程 我可能不知道 你的名字或你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 你最靠近我 在这个时候 你最靠近我 我只能让你开心 我都不停地走着 我都不停地走着 我还能不能够着 我还能够着 我都不停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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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真的谢谢大家来看我的表演 谢谢 谢谢 Uncle Uncle 好 OK 再来 再来 我有准备Uncle去喊一下快点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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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晚了 但是 我们太热情了 我只好再穿一首Uncle Uncle 真的 好 好啦 今天 最后一首Uncle Uncle之前宣传一下 没有去台中看风和日记连连看的人 今天我们有带T恤来这边 在门口可以给你买 它这个是夜光的 晚上穿这个托跑出去会被妈妈抓到 我有一次 我是说真的 我晚上肚子超饿的 我要起来偷吃东西 我好死不死我穿这个 我妈真的看到我 所以要小心 然后再来是这个 外面还有这个 笔记本 这个是手工 一种强调 原创手工风格的笔记本 实用 好看 耐用 充满了艺术感 外面也有在卖 凯特 还有 今天我们 因为今天我们 好恐怖一场 这今世就会紧张 就是我们 风和日历 其实有做一个年历 就是 年历就是一年十二个月 还有十二张 那一种 过一个月就翻一张的那一种 然后那里面有很多照片 就是 都是我们 风和日历底下的 这个 歌手照的这样 然后 我现在要讲一个数字 这是你们 那个票不是都有数字吗 然后那个数字 什么数字呢 好 好 7号好不好 耶7号 好 怎么办 几乎都女生的声音耶 我心软了 怎么办啊 阿里我们 我们出 不要 好啦 对不起啦 再标7号好了 阿里我们公平一点 你一人出 五支 然后你看你要出几支 好 然后我们看几号 那一百多号也可以放 不是啦 不是那个啦 尾数而已啦 有没有办过活动呢 有没有办过活动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一二三 啊是六号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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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不好意思啦 真的是六号了 等一下那个 号码六号的 六号的人 可以到门口 领一个风和日历的 月历 哦 怎么样 怎么样 没关系啦 今年都快过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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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